2月7日下午飞机抵达武汉时 临坐的同事考骄地从他包里 拿出了一个N95给我 这是他唯一留存的一个 在那一刻我意识到 我真正走上了这场 我们很多医疗队员 都是临时接到通知出发 我一定要去武汉 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 武汉加油 九五 加油 作为一名零零后 虽然很苦很累 但我知道青年一代是时代的脊梁 我们刚到雷神山的时候 共花费了72小时 就完成了建立标准的ICU病房 有一位患者是一个78岁的老奶奶 她说你的年龄跟我的孙子差不多 我把我们家地址写给你 我有好几个房子 我都可以给你一个 一个工程师跟我讲 你看我跟你说话是侧着脸 我还怕对着你说话 把病毒吹给了你 让你感染了 武汉人民真的真的 很爱护我们的医护人员 出院的第一个病人 他走之前握着我们的手 不断地支谢 这种病人出院 给我们带来的成就感 是任何其他的事情 都不能比你的 我们的民族凝聚力是多么多么的强大 我相信中华民族这种精神 必定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 我觉得轮到谁身上都是责无庞贷的 而且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我的面容再不重要 脸上的印痕就是我身在医院最美的彩虹 给我你的心跳 我要让它重回 信任的环保 白衣长城 任心围绕 我们胜给天使的战胞 直到胜中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 都要求我要去前线来救治病人 这是我心里最想的事情 我的世界才完好 白衣长城 任心围绕 我们胜比天使的战胞 直到深深往死后的微笑 我知道天空即将破响 江湖下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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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自清华长江医疗队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医疗队 贵州元厄医疗队 重庆医疗队 我曾支援武汉四十八天 四十八天 七天 国家有难 医疗队 就是国家是我的福星 战胜疾病 所获人民健康 疫情向前是我的指责 面对你时代大考 我用担当接任 是我的基督大学卷 行命相托 我是你的依靠 白衣誓言 经得起沾火燃烧 放下一切 我朝你奔跑 今天我就是战胜 我就是战胜 你们是拯救地球的英雄 你们所有人都是超人啊 新人的灰烧 白衣长城 人心围绕 我们生命天使得难跑 说星星很亮的人 是因为你没有看过 这些故事的眼睛 好大疫苗 有能力 我的世界才完好 我宣誓 我只愿先生医学 恢复我医药卫生事业的大战 和人类真心健康 跟走终效 直到沙山王死后的微笑 我知道天空即将多消 天空即将多消